我告诉你啊,再加做油条,像这样有酥油脆,还个个空心,其实特别简单,你只要在盆中打个袋,加5克盐,230克温水,15克食用油,用筷子嚼散,这一袋是二斤调制好的油条面粉,不用加其他东西,咱们活一斤就够齐不个人吃了,用筷子活成面絮,再把你两只小手握成拳头,一边踹面一边叠,活成没有干面了,放盆里静置15分钟, 然后再用拆面叠面的手法,活一两分钟,再抹上一点油,盖上保鲜膜,醒半个小时,面板上抹油,把醒好的面按住一头,另一只手往外撑,再用手按一下,按成一厘米厚的面片,不能太薄,再用刀切成三厘米宽的条,然后拿起来一个脸对脸合到一起,再用手指在中间按一排坑,下锅前轻轻撑一下,油温180度,中火下锅炸, 飘起来就用筷子一直翻,越翻越大,都看到这儿了,给个小红星支持一下吧,非常感谢,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,在家做随时随炸,剩的油没有歪味,可以直接炒菜。